北京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 更是民情两代的皇家宫殿 平日游客如知 现在香港媒体指出 这处北京著名的地标 将成为西川会晚宴的地点 北京故宫几乎每一天 都是像这样的人山人海 不过为了川普的到访 保证他的安全 星期三八号当天必管一天 外传中美领袖举行晚宴的地点 就选在建福宫 这里头的靳怡轩 还是当年乾隆皇帝的秦宫 这个位于故宫西北侧的地段 属于故宫的禁区 只限于特殊的外交用途时 才会开放 那那个建福宫在哪 建福宫 从那个玉花园那个嘛 就那个厨房间那个能过去 可以进吗 那没开放的 从哪里去 侧午还没 不知道 那有门吗 我能在门口去拍个照片 从门口问到故宫内部的员工 得到的答案都是不开放 而外传习近平 到时宴请川普 将从外头请专人来料理 而就在临近建福宫的养心殿 三西堂 过去是乾隆皇帝专用的书房 如今可能成为西川两人的茶叙地点 三西堂就是乾隆的书房 它就位于养心殿里面 习近平和彭丽媛就预定在这里 请川普喝茶 希望在川普抵达北京的第一天 就让他感受到中华文化 从地理位置来看 建福宫和三西堂都属于紫禁城建制 位于内庭的核心区域 即便远高于前任美国总统欧巴马 出访北京时 在银台夜化的规格 西川会还未登场 中美领袖历任的接待规格 已成为各界瞩目焦点 记者戴略陈志茂 严配于北京采访报道